台湾三座核电厂明年起将陆续除疫 之前台电估计整体包括核费最终处置等费用 总共需要3300多亿元 却被当时立委们质疑是严重低估 现在最新版本评估后 发现每座核电厂除疫就需要1400亿元 加上核一二厂改室内干主 以及无人岛集中室主存方案 总费用就高达6200亿元 而这笔费用未来恐怕得全民买单了 平均每位国民要负担大约13000元 夏天都还没到就听到要涨电价 这怎么得了 立法院一大早就看到经济部长和台电董事长 被立委定的满头包 原来是三座核电厂除疫后 所需经费不但算错 还变多了 到底费用要增加多少 带您来看 核后端基金短缺概况最新预估 光是核一核二核三除疫后就要花4200亿元 以及核一核二干除改室室内及铁桶存放的1200亿元 还有地方核废料集中储存829亿 全部加一加6229亿元 比台电先前预估的3553亿元短缺2800多亿 这笔费用若有全民买单 平均一人恐怕得负担一万3000元 那个哪有那么多啊 平均每个人都算过一个人大概 我们还没有算出来了 还没有那么多啦 跟以前的估计是略增一些 但是没有那么多 我们现在公布的那个数字 台电计算的数字有6000亿左右嘛 可是你应该这样想 我们一年台湾发2300亿度的电 所以那个差不多等于一度三块 可是事实上那是谈10年这样的结构 所以其实它的数字真的算起来就变得很低了 但是如果中间有灌水的这个情形 我觉得实际要严惩不乏 而且揪出来中间谁到底谁在上下起手 钱是可能会流到哪儿谁在手里 即使台电打算以年金方式 每年提拨百亿元分25年进行摊提 但立委质疑 台电长期向核后端基金高额借贷 最高时层借出八成 引来核后端基金形同台电效金库的质疑 若钱的问题没有解决 不但2025非和家云的理想被打上问号 令人担忧的是 未来店家将被无限上涨 欢迎新闻严峻下 红尖州台北波罗